各位觀眾朋友大家晚安 現在山土兒颱風的警報已經解除了 登陸之後不斷減弱再減弱 全台的天氣慢慢的開始好轉 但是還是有不穩定的水氣 透過定量降水預報圖你可以看到 今天下半天在中部的山區 還有這個山區地區為主 還是會有零星的降雨 不過這一波的水氣一直到晚上之後 就會慢慢的減少再減少 那雖然說颱風的警報解除了 但是全台的天氣依舊是不穩定 所以大家還是要特別留意 那我們再看到未來的降雨趨勢 透過未來降雨趨勢 你可以看到禮拜六禮拜天 主要是東半部的水氣比較多 而西半部太陽慢慢露臉 那主要在這個山區的降雨為主 是以午後的熱對流比較旺盛的關係導致 所以提醒靠近山區還是要特別留意 尤其是前幾天受到颱風影響 在山區水氣比較多 到現在土石還是比較容易鬆動 靠近山區活動得特別小心 那看到了下個禮拜受到東北季風的影響 所以在下個禮拜一禮拜二 東北季風增強之後 淫風面的北半部地區 首先水氣會變多一點點 而到了下個禮拜三禮拜四 主要還是受到東北季風影響 所以你可以看到主要的 會有降雨的區域熱區 主要都在東半部地區 接下來看到北部未來五天的溫度變化 你可以看到呢 禮拜天明天由於這個颱風警報解除了 天氣慢慢好轉 太陽露臉會稍微回溫一些些 不過下個禮拜 東北季風暴到之後 在北半部地區溫度會稍微下降一點點 主要落在29到30度 再來看到中南部地區 中南部地區的最高溫都還是維持在30度以上 而溫差也會比較大一點點在入夜之後 太陽不見之後 最高溫大概都落在24到25度 最後聽您統整了未來一週 首先看到明天雨勢趨緩 但是各地氣溫慢慢回升 下個禮拜開始東北季風暴到 在北半部地區東半部地區 又會開始降溫轉雨 以上就是這節最新的氣象資訊